自救会成员 神船雨衣 持续守候抗争现场 白布条怒轰 昆渝自私祸害 前苗栗县长刘振宏 也现身相挺 刘振宏安峰 现任县长徐耀昌 毕竟过去在他任内 驳回申请 更行动力挺居民 如今不止苗栗县府 遭到质疑护航 时代力量立委更指控 前苗栗县议长助理 也涉入其中 苗栗县政府里面 在苗栗县的议会里面 当然也有人 才能够让这家公司 20年来速度的死回忽然 宋先生就是苗栗营造界 沙石界赫赫有名的宋久文先生 前国民党籍的苗栗县议长 游中殿的秘书 土地所有权人经过变更多次 最近一次就是去年7月12号 卖给宋久文 上头还写以兴建农舍 但被执意其实是作为办公室 没有照登记使用 他派进 他要转回来 这个变成宋久文的 还登记为农舍 可以作为昆虞公司的办公室使用吗 这当然是不行的 在地的这些黑衣人 频繁地进出这栋建筑物 宋久文过去是前苗栗县议长 游中殿的秘书 长期跟在议长身边 关系紧密 另一执疑昆虞二十年来 被驳回超过十次 应运申请 案子却能死回复燃 就是因为有不同地方势力 在背后撑腰 现在我们全部都同意 有那个律师来处理 昆虞低调表示司法处理 宋久文则私下指出 对指控无可回应 争议二十年的废弃物处理厂 一月二十八号关键日前 自救会和昆虞之间攻防持续 三上皇大逢助 捐猜文员台北苗栗 这种报道 高尔夫联谊会上 跟朋友开心合照 他是被时代力量立委指控 暗住昆虞的藏进人宋久文 宋久文地方绰号200哥 在苗栗小有名气 经营杀实业 当过前苗栗县议长秘书 经常出入议会 过去警方曾透露 当地的土方相关 以及建案开挖 都得征询他的意见 因此有苗栗县地下土霸王的封号 在地人透露 宋久文在苗栗市地之大 只要200哥的沙石车要过 一律不用受减过磅 作风大胆 过去更曾有不少违法记录 2020年3月 宋久文疑似设局 导致被害人欠下三亿元 接着率领小弟 冲撞对方豪宅大门 甚至干脆霸占被害人庭园 也曾涉入前苗栗县警察局侦察所 涉嫌投资赌博电玩案 遭检调查获 像是烂盗废土谋利 宋久文更是前科累累 2005年11月 因为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被判一年两个月 去年1月又因为在 头份南庄造桥等地 假借申请开挖山坡进行绿化工程 实际却烂到废土海捞四千万 因此被逮三百万交保 在苗栗的这些一般的镇上 大概多多少少都有听过这样子一号的人物 那其实他是我们这个苗栗的前议长 由中殿的秘书 任期最久的题位议长 所以事业版图其实反而就包含杀实业 宋久文在地名声响亮 如今因为昆宇掩埋场争议 被立为点名 虽然本人不用回应 但过去不连违法记录 也再度被返出 三天学体真道 蔡文元郑海中 台语表里报道